一年多的时间,宋世仁替监察院出头打官司,还没有输过,这次也一定如此。 只是他已经将整个庆国文官系统得罪完,他知道,自己再也无法下监察院这条船,一旦下去,便是被巨浪吞没的下场。 但他不拒,因为监察院这条船上,掌舵的是小贩大人,只要小贩大人在一天,这天下就没有人敢对自己不利。 南兆那边有些问题,督察院与刑部在那名官员家里超出了数量不少的银钱。 陈伯长看着大人的脸色,小心提醒道,退赃,去职,无罪。 宋世仁没有回头,压低声音说道,提斯大人的底线在此,如果督察院还想更进一步,就撕开脸皮打,先从刑部落手,那些人也没几个是干净的。 陈伯长心里一寒,暗想小贩大人果然与陈老院长一样,是个几乎短的厉害角色,看这意思,如果督察院不接受犯三条,小贩大人是准备瞎搞了。 他忍不住打了个冷战,像小贩大人这样搞,难怪督察院与自家的官司总是打不赢,毕竟那位贺宗伟大人再如何有胜券,再如何用心用力,可也抵不住小贩大人时刻准备翻脸啊。 小贩大人如果真翻了脸,哪里是贺宗伟扛得住的,以他的性情,只怕陛下发话都不管用,谁都知道陛下是多么的气重,或者是恩宠他。 提斯大人接而怎么没来看热闹? 陈伯长吞了口口水,一面走着,一面问道。 在这一年里,范贤最大的兴趣似乎就是替属下儿郎当靠山,旁听大理寺上的审案,看督察院御史们铁青的脸色。 按理来讲,这种事情派木铁这种层级的官员旁听便罢了,即便是严冰云都懒得过来,偏生他却是次次不辣。 这位小公爷在大理寺牙堂之上敲起二郎腿一坐,所有的审案官员都开始害怕,没有人敢对监察院官员动刑。 而他要的就是这种效果,陛下派他出去了。 宋世人也只是隐约知道一些内情,没有再说什么,揉了揉手腕,看了一眼堂上的督察院御史及刑部官员,把脸一沉,冷哼一声,开始打仗。 从京都往西走,绕过青翠苍山,行过数条青河,再过十数天,便进入了连绵数百里的均墾所在,这便是沁国七大路之一的西凉路。 这一路是沁国最贫穷的地方,却也是景致最奇特的地方。 这一路的土地,大部分是数百年间,中原政权与胡人征战反复争夺的地方。 直到大魏失落,沁国以及沁国的前身,那个诸侯国开始暗中崛起,这片国度其实还没有往大陆腹地进发,便开始向胡人索要千年的血债与土地。 打了很多年,死了很多人,这一片国土终于被沁国牢固地控制在了手中,同时在上面兴修了不少城池,移来了许多百姓。 然而毕竟是新盛之地,除了屯田之外,商业并不发达,也没有什么值钱的出产,移来的百姓逃亡之风,直到最近几年才稍微好了些。 有的只是平整而少人打理的田地,与一望无际的天边线条,还有线条边缘凸起的土丘,远处的荒漠,看上去苍凉一片。 此处的夕阳,落得要比大陆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晚一些,血红的暮色笼罩在苍茫大地上,映出了一座熊城。 全由土石堆积而成的一座熊城,就这样突兀地出现在大地边缘,炫耀着庆国强盛的国力与军力,震慑着熊城更西方草原上的人们。 这便是西锤重镇定州城。由京都通往定州的关道,被保养得极好,可以容纳八匹马,并驾齐驱。 当年不知道消耗了多少人力财力,可是以此保了庆国西部勇士平安,牢牢掌控了这一大片土地,怎么算也是集合算的。 一列车队正在这条关道上向着定州城急驰,似乎想赶在太阳落下之前,进入定州城。 只是望山刨死马,尤其是这一片平野之上,定州城似在眼前,却远在天边,看来是怎么也赶不上关城门之前进城了。 离定州城约二十里外,是一处驿站。 这处驿站不是军方驿站,不由定州军管辖,而是由公布监管的游路驿站,所以显得有些破落陈旧。 七八的汉子正在夕阳的照耀下打着喝歉,他们已经吃过了晚饭,开始准备待会儿的赌博。 天色渐渐黑了,这些汉子脸上忽然露出了古怪的笑容,向着后院靠了过去,听着里面传出的声音,沿嘴而笑。 心想里面那家伙也太猴急了吧。 后院一间石房内,驿站唯一的正式官员议程正抱着一名女子两条血白的大腿,双手按在她软绵绵的胸上,吭哧吭哧叫个不停,身上全是汗,房内全是银银的味道。 定州偏远,没有什么娱乐,夜晚来得太迟。 所以,每当太阳一落,她便会抓紧时间,进行这唯一的娱乐。 她身下的女子,是从定州城里带来的忌。 女,虽然愿意出城的忌,女长相都很一般,但她很喜欢这女子的魅劲和身上的软肉。 手上捉着滑溜溜乳肉的一程,无比快活,只觉身下女子仿似是棉花糖做的,尤其是那眼神更是比定州城的井水还要甜还要腻, 这一个月三两银子,真是直回本来。 正在快活的时候,忽然房门被人推开了。 这一程道也大方,依旧挺动着腰枝,往销魂处刺入,也不回头,破口骂道,要听就听,要看就看。 娘的,也不说小心些,居然撞进门来,当心把老子搞成马上风,被他压在下面的记,女也是痴痴地笑,根本不害怕被人看到什么。 忽然一程觉得有些奇怪,因为后面半天没有声音,他下意识回头望去,只见是个陌生人,唬了一跳,赶紧从炕上弹了起来,系好了裤子,还没有忘记拉过黑黑的棉被,把炕上系,女白花花地下身盖住。 一程本想破口大骂,但看这个陌生人穿着打扮十分贵气,只怕是什么惹不起的人物,或者是官员,嘴里便有些发干,害怕了起来。 他颤着声音说道,你是什么人? 范贤坐在驿站里唯一一把太师椅上,看着跪在面前的一大堆人,皱眉说道,让你们起来,就快些起来。 他此行是奉了陛下旨意,前来定州劳军,说是劳军,但在御书房里接的密纸,却有些别的内容。 这两年间,西边的湖人,不知道是吃了什么兴奋剂,又像是吃了镇静剂,一改往年春去秋回的浪漫主义战法,开始极有组织地向着定州方面侵袭,而且战法变得极其狡诈。 叶家虽然仍然监管着定州军务,但是叶仲主示疏密院,要掌管天下军马,不可能亲自坐镇此间,加上胡人公事太猛太阴,第一年的时候,定州方面局势很是危急。 好在最后,陛下亲自调了各路边兵轮流支援,才算是稳定住了局势。 皇帝和范贤,早已看出来了其中有些问题,但是没有第一手的资料,谁也不知道,胡人内部发生了什么。 事态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,西湖如果真的这样发展下去,只怕会成为沁国的心腹大患,所以才有了范贤此行,他必须听一下定州方面将领帝亲自汇报,了解一下事态。 而且范贤清楚,陛下亲调五路联军,往西路轮直,也存着用胡人的刀来磨庆国的剑的意思,胡人的进攻,恰好给了庆国锤炼军力,为日后天下统一战争做准备的机会。 今日赶不到定州,便只好在这座荒迫的驿站里休息一夜,哪里知道,进门竟是无人来营,七八个汉子像小孩一样在听墙角。 范贤意识好奇,直接推门而入,不料竟是看了一场活春宫。 义成和那七八条汉子跪在地上,连连磕头,而随范贤前来的官员则是知道他的性情,早已当没看见,各自去准备晚上休息事宜。 范贤看着那名义成,笑骂道,妈的,太阳还没下山就开始搞,有胆子搞就别怕。 义成哭丧着脸,直到自己马上就要被杀了,眼前这位爷可是天字第二号贵人,监察院的提斯大人,高高在上的人物,自己见也没资格见的贵人。 范贤疑惑问道,你怕什么? 大人极恶如仇,最痛恨官员腐败。 义成已经怕得要哭了起来,贪卵在地,把天下百姓对范贤的印象说了出来。 范贤有些不明所以地摸了摸后脑勺,心想,自己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爹了,怎么在天下人的心中,越发地像不识人煎烟火的圣人或魔鬼。 范贤